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周玉琴 欢迎锁定新台湾星光大道 帽子歌后资深歌手凤飞飞 她以非常低调的方式 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 那么过世的这个消息 在昨天下午我们才发布 那么很多人其实在事先根本不知情 在这些不知情的人当中 竟然包括了她最爱的亲人 她的母亲以及凤飞飞的大哥 那么她的大哥林先生就已经说了 她说她其实非常了解她的妹妹 这么低调的作风 所以也不会觉得很意外 但是未来会不会举行公开的追悼会 林大哥她已经说 她说要跟凤飞飞的独生子 讨论之后再做决定 一举手一投足 台上净显巨星风范 不过私底下凤飞飞相当低调 又连过世一个多月 亲大哥也不知 记者会那个时候啊 对 我还没有开电视啊 是朋友打来我才知道 哎 常常叹一口气 语气中满事不舍 不过对于妹妹保密的作风 林大哥说她并不意外 无缘见妹妹最后一面 林大哥既惯惜又痛心 就连凤飞飞罹患癌症 家人也不知情 在去年的中旬她人不好 打过几次电话 到最后她就没有回 没有回就用email 就说她现在不能讲话 在治疗当中 所以我没有 她没有回话 对不起就这样 至于未来会不会举办追思会 来纪念凤飞飞 林大哥说 这要和凤飞飞的儿子商量后再决定 她也希望各界不要打扰凤飞飞 想念她就听她的歌吧 总结新闻综合报道 凤飞飞过世的消息 真的让很多的粉丝们 都因此而心碎了 那么在高雄市 像有一个简先生 他迷凤飞飞是迷了三十几年 那么他收藏了上百张的黑胶唱片 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不舍 那么另外呢 我们有问到一个忠实的歌迷薛先生 他可是砸了上百万元 搜集凤飞飞的专辑 卡带等等 而且还有一个时评 这么大的房间呢 取名叫做非常凤阁 那么如今呢 这个偶像因此过世了 他说下辈子要再当他的歌名 偶像凤飞飞过世 五十岁的简先生听着他的歌声 所有年轻的回忆都涌上心头 像又好唱歌又好听又主持综艺节目 所以就好像是现在的周杰伦跟蔡依林一样 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个年轻人 自然而然就是会超级喜欢 桌上摆满凤飞飞的专辑 全是黑胶唱片 简先生从民国六十五年开始喜欢凤飞飞 收藏了上百张的唱片 每一场他的演唱会更是从没缺席过 觉得很不能接受 因为他每次只要办演唱会的话 在我们那个年代 大概四年级跟五年级生 回忆以前那段时光的话 就只能从他的演唱会里面去 找回那一段比较美好的时光 凤飞飞的歌声吸引很多粉丝 这位薛先生迷他一迷就是三十年 甚至还准备了十平大的房间 取名非常奉格 更花了上百万收藏凤飞飞的唱片卡带照片 年轻时候青春时起的时候 我们就一路到现在 然后他给我们的意义当然是太多了 凤飞飞走了 粉丝难过不舍 如今也只能借由多年收藏 来怀念这位永远的帽子跟后 在演艺圈当中 这位非常资深的歌坛前辈 他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也因此让人对他更加的怀念 他是凤飞飞 好观众朋友我们在今天这个小时 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 在演艺圈在资深影剧的这个媒体记者 那么他们的眼中凤飞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他就是只有这么所谓的低调吗 那么他的形式风格呢 还有他对于歌唱事业 他又是用一个什么样态度去面对呢 他可以成为一个良好的典范 那么究竟他们的眼中是什么样子一个凤飞飞 我们今天来一一讨论啊 好 左手边先为您介绍是资深媒体人麦若鱼 玉琳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蓝轩 大家好 好 资深媒体人陈玲玲 大家好 还有这个音乐人陈国华老师 大家好 这个老师其实也曾经啊 跟这个凤姐一起合作过 我想等一下呢可以请他来谈 观众朋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张手版啊 您看这位凤飞飞 其实呢 他真的是非常低调体贴又有原则的一个人 那么他的死讯竟然是在41天之后啊 才发布的母亲哥哥最爱的亲人 到了昨天才知道这个噩耗 那么1月12号在香港举行了告别式 当时也是低调进行十几个人来参加 那么他并没有陪伴他的夫婿长眠 而回葬到桃园大西凤飞飞的故乡 他在对抗癌症病魔的时候啊 连医生都觉得相当的了不起 因为他坚强的完全都没有掉泪 那么对于自己的私事是非常的低调的 那么儿子呢 赵文林从来没有曝光 我们只有看过母子合照的照片 林峰呢 这位资深的艺人 他也透露啊 说其实呢 虽然是跟这个夫家交情甚笃 不过呢 因为他之前透露出 他的这个病情 就赵先生这个病情啊 结果呢 凤飞飞还因此相当的不悦 好我们就回过头来啊 先来了解一下 到底这个凤飞飞 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那么很多人在跟他接触的时候 对他的一个印象呢 就是他非常的亲切 很有亲和力 就连这个受访的这个媒体 这个朋友啊 对他的印象也都是如此啊 觉得他好像很会照顾人 那另外呢 像是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个陶子啊 陶金银 那么他曾经呢 主持过这个凤飞飞凤姐的 付出记者会 那么他就形容说 他是一个非常精准 非常专业的 一位资深的前辈 而且还用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来形容 他说当时呢 这个主持记者会的时候 应该用什么样的字眼去形容 其实呢 这个凤飞飞都非常的谨慎 然后来跟这个陶子沟通 那同时在事后呢 这个陶子还要接获 凤飞飞的卡片 他很贴心 那么他在这个卡片据说 都还是他亲自挑选的 我就想呢 其实在很多的这个细节 你可以感觉得到 凤飞飞是非常周到的一个人 好我想一开始呢 我想先请这个国华老师 跟我们先来谈一下啊 就是说您跟这个凤飞飞凤姐 是如何结缘的 那就您的 当时跟他接触的这个印象 您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人 那在他也很仔细 在我们合作之前 其实他就是先生过世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希望有一首歌 是抒发他的心情的 但是那时候 其实他都没有对外 甚至有跟媒体讲过 谈过这件事情 对一直到演唱会之前 我们把这首歌做完了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他非常的仔细 他也很认真 他在写歌的 在做歌的当中呢 他就会不断的沟通 然后我们也聊了很多 关于他自己的心情 然后他跟他先生之间的 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些 所以在写歌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针对 他的心情来写歌 对所以我们沟通 这个歌其实沟通蛮久 大概前前后后 大概做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每一句歌词 每一个字 他都要斟酌 他是这样子的 所以每一个歌词 每一个用字 包括应该用什么样的字 会比较有趣贴切 他都会希望去参考 所以其实过程当中 是非常愉快 而且他也很体贴 对我们经常晚上都通电话 因为他都是 我们都是大概半夜的时候 也十二点过后 我们俩聊天 聊很多事情 所以他是 而且他也非常关心 台湾的时事 是吗 对包括谁啊 包括娱乐圈的一些事情 他也非常喜欢看歌唱比赛 他都要跟我聊 这歌唱比赛的一些 哪位选手怎么样啊 唱得很好 而且他非常的好玩 他的语气都是那种 比如说 那你唱得很好呢 他是这种口语 就非常可爱的一个长辈 是 莹令您跟这个 凤分飞小姐有接触过的机会吗 那就您的观察 您看凤分飞 您印象中 hij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我跟他有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我来当凤女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在豪华酒店 录中式的一道彩虹的时候 那时候每天课都不上了 然后补习也不补了 一下课一下学 立刻背着书包就冲到豪华酒店去 然后满摄影棚里面 通通都是人山人海 那时候他红到什么程度 红到那种中南部 那个阿公阿嬷都包游览车上来 一游览车一览车 把那个豪华酒店现场挤得满满满满的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 每天看着他像看偶像看神一样这样 啊他笑了 啊他跟我握到手了 那是第一个阶段跟他接触了 那然后那个时候他真的是 蹦妈妈对我们也 这些凤迷们也很好 那时候录完影之后呢 他就找我们去他们家 那时候他出来一江街 然后凤飞一到家以后呢 先到房间里面去休息 然后看就是上个礼拜的转播 然后我们这些小本师 蹦迷就在客厅看 看完之后OK要解散 凤飞就出来跟大家say say hello 握个手讲讲话 我们就各自心满意足的下礼拜再来 那是粉丝的阶段 那到了记者阶段的时候 也曾经保护过凤飞飞 他人非常好 那很客气 会让你觉得说如沐春风 只是那时候因为他很少来台湾 那时候已经嫁到香港去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蜻蜓点水式的采访 可是他很多的好朋友跟我也很熟 像这几天我们讨论到凤飞飞的时候 他们就讲说凤飞飞是个非常非常爱惜羽毛的女艺人 你看他从出道到现在 没有半私的负面新闻 然后他很严谨 生活很严谨 然后这有些就算艺人到他们家去做客 他就是都几乎都在房间里面不太出来 顶多就是跟人家讲讲话 没有不良事 听说您找凤姐不容易 但是这个都是要凤飞飞来找你 对对 就是已经非常低调到这个程度 他即便是在最红的时候 他都是这样 你到他们家去聊天 顶多他就是照顾你讲讲话 就关回房间里面去了 所有对外的事情通通都是凤妈妈在联络 所以他是很低调 然后非常爱惜羽毛 非常洁身自爱 非常严谨的一个女歌星 是 所以两位其实也都是到昨天才听说这个消息 对 是昨天才知道这个消息 因为其实我们去年 还有要讨论新歌的事情 对 一直还有新的作品 可是 就是说可能在准备即将筹划出的这个演唱会 想要唱新歌是不是 对 我们还有在合作新的案子 所以他也一直都有在这个沟通新的歌 所以他的身体并没有很 并没有觉得是这么严重的事情 没有察觉 完全没有迹象 那是去年的事 去年什么时候的事 断在去应该是在年中的时候 年中 年中的时候 就是他演唱会之前 对 因为我们大概 大概沟通都是用email 我也是跟他用email 或是用电话 那最最去年大概比较多是用email 他很可爱 他一定 他的email后面一定会署名 日期 然后前面也会加个deal 所以他是每一个环节大家都会注意到 很懂礼貌 是 其实凤伯伯他对就像刚刚国华老师讲 他对工作除了你刚刚选歌之外 他对自己要求也非常非常严谨 像他很小的时候他就为了要练嗓子 每天很早起来 你看那时候家境这么苦 就跑到火车铁轨旁边 火车经过的时候 怕吵到人家练嗓子 火车过了以后就停下来 再等下一班 那小时候这样子 然后再来之后 他现在即便是这么红 那前几年不是来回来台湾参加 35周年的演唱会吗 对 那个时候他回来台湾是住饭店 他还是一大早 跑到饭店附近的公园里面去练嗓子 他还是这样 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放松过 那时候有记者访问他说 那凤伯啊 那你在香港都做什么 哇你在香港对不对 今天不是我们看很多报章 早上讲说去他香港家是豪宅 所以下一顺去他们家的时候 就有池塘有佣人 都是那种白衣黑裤 那种真的就是很规矩 大户人家这样 就凤伯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讲说他的居家生活很简单 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听歌 听大家看电视 然后再看DVD什么演唱会的DVD 为什么他又会想说 如果下一次我要开演唱会的时候 我可以参考里面这个歌星 这个艺人的什么穿着 或是这个桥段怎么样 他连在家里休闲的时候 他都在想演唱会的事情 而且大家知道 在他那个年代 是国语流行歌曲 非常盛行的年代 台语真的很适为 可是凤伯伯那时候 还是你看他国语也唱台语也唱 甚至在他主持的一道彩虹节目里面 特别有个单元 是专门唱台语歌曲的 他坚持 其实那时候电视台 有给他施加压力 讲说你一定要这样吗 因为大家都是国语挂帅 而且那时候新闻局有扣打 有限制的 就说你一个节目里面 你只能唱一首或怎样 可是凤伯伯他坚持 我就是要 所以你看他到现在 甚至演唱会的时候 他都说我告诉大家 全部都唱台语歌曲 所以你看他对这种本土这种台语的歌曲 他的保护真的不遗余力 所以其实他是个很有深度的女艺人 是 来这个资深媒体人安仪 陈安仪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安仪你可以谈一下 其实你是可能昨天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吗 因为其实对我来 大家都很惊讶 对对我来讲 那个凤伯伯伯是很成为的艺人了 当他 当我们开始采访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比较单出这个圈子 对 可是我想他代表的是一个 整个社会集体的一个印象 然后集体的一个记忆 就像 就像 我觉得那个年代 像昨天吴念珍讲说 他是一个 如果你表现好 就能够有回报的年代 我想另外一个也是 其实让我们看到 巨星风范谦和的一个年代 我觉得他跟现在的 就是 你知道凤飞是影视歌三期 现在其实这样的巨星 已经非常少见 大概近几年来 我想大概像周杰伦这样的艺人 可能稍微可以比拟 但是你可以看到两代的艺人的风度 对记者的态度 对整个大环境 对他的这个凤伯的照顾 其实我觉得差异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的 其实飞哥有今天有的帮忙有讲说 其实凤飞飞对于台湾经济的奇迹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因为当时男子加工区的女作业员 是一边听她的歌 一边在做工作 在那个年代呢 我也是冒着读书的风险 我是在考大学联考的时候 冒着父母亲骂的风险 每天晚上一定要听收音机 要听凤飞的歌 所以凤飞的歌 其实帮助了很多人 那后来我进到 当记者从电视周刊开始 你我他周刊到名声报 我没有跑唱片线 但是很多同事 他们讲了很多故事 听到很多精彩的故事 其实我那时候在周刊的时候 有为什么凤飞 他今天他的这个遗言讲说 他其实他的遗言特别讲 他除了他生活的精彩 过得快乐之外 他告诉他的彩虹兄弟姐妹们 我下辈子唱歌给你们听 他为什么对歌迷这么的有感情 因为当时老三台的年代 第一本超越三台的周刊 叫电视综合周刊 他们办了第一届 电视金像奖选举 最佳歌星奖第一名就是 那就是观众票选 第一名凤飞飞十万票 第二名刘温正一万票 第三名崔台青 相差了九万 十万跟一万票 那我在你我他周刊的时候 我们办金赏奖 最好像现在葛莱美奖 跟全美音乐奖 一个是专业选出来 一个是观众票选的 那个时候金钟奖 是专业选出来 观众票选就是我们金赏奖 那时候我在你我他周刊当记者 我们每年办金赏奖 是非常大的事情 凤飞飞蝉联七届冠军 他第七届的时候 他冠军第二名肺育青 也差了一两万票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凤飞的力量 他为什么对歌迷的感情 这么的重 因为他整个人都是歌迷 全部把他巩固起来的 是的确我们看到 凤飞飞在遗言当中 他写着下辈子在唱给你们听 这个里面他说到 我这一生过得快乐 活得精彩 感谢陪着我一起走过 这段精彩岁月的 彩虹姐妹兄弟们 没来得及唱的歌 下辈子再唱给你们听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要谈一谈 就是凤飞飞 她嫁到了香港 但是依旧是新系的台湾 她选择要下葬在故乡 但是呢 她其实跟她先生过去的 这一段情 还有先生在当时呢 病逝之后 其实对于凤飞飞来讲 也是非常严重的一次打击 我们再稍后继续来谈谈 这对夫妻她们的间谍情深 马上回来